南昌社区客厅是全年无忧的 预计可以服务至少250个劏房户 全年服务大约是4万人次的 这间社区客厅的主题就是加一点 我觉得是很有心思的 因为正好是体现出社区客厅 为劏房户带来加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劏房户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制逼一些 而南昌社区客厅提供一个宽敞的备餐间 和用餐间有洗衣机和干衣机 小朋友也有读书玩乐的地方 南昌社区客厅除了设有各种设备之外 其实也提供各种支援的服务 照顾劏房会员所需要的方方面面 包括安排学童功课辅导和活动 举办健康主题的讲座 以至转介合适的社福服务等等 社区客厅其实最大的好处 就是好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 几位妈妈都可以一起煮饭 聊聊聊聊聊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玩 也可以透过活动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而营办机构也提供一些常用的工具 比如手推车给大家借用 通过多方面的互助 劏房户的居民能够有多一点的幸福感 和多一点的开心 少一点的孤独感 总的来说我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以每一个有需要的地区 我们都要找到合适的地方 设立社区客厅 当然我们在社区客厅 这个是在深水埗区的第二个 那就是说因为当然一个社区客厅 是不足以应付全国区的所有的需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越多一点的话 我们能够更加满足到那个需求 未来会有的相信就是荃湾区 和观塘区 我们都会有开新的食器客厅